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這一張圖就是有一次去參觀這個果園 有看到一個松鼠想要採取裡面的一個果子 我就想像這個是得知自然的一個松鼠的形象 那麼再結合我的一個想像 這怎麼把這個畫面配得好看呢 我就加進去這個荔枝 把這個松鼠結合起來來完成這一支花 那麼有一次就到山下 沈沈沈到山下 那麼就看到一個公雞 他很有氣派 雄啾啾氣啊那樣的一個感覺 那麼我就想怎麼樣把這個畫面結合起來呢 就給他增添這些黃葉子 跟這個公雞兩個跟他配合起來 然後完成這個美麗的畫面 主角就是這一對南希 南希是台灣的一國鳥 那麼非常的漂亮 那麼有一次呢到山裡面去留 比如有看到這一支 對 那麼這一支 南希要怎麼 未來外出這個畫面比較好看呢 就紮像這個松鼠 來搭配起來 完成這一次 活化 這一幅畫這個比較有趣味的 就是有一次我到巴克里公園去散步的時候呢 有看到這個松鼠還有小麻雀在那一起絕食 但是看到這個畫面呢 會也他們在絕食的時候 也有非常的和樂融融 那個松鼠也不會欺負小麻雀各取所需呢 所以這個畫面看起來非常融合 所以這個標題叫和樂融融來完成這個畫 一幅畫呢 它的題名叫核糖精趣 那麼這個我們這個一般那個畫作的靈感 都是來自於對於自然的一個觀察 然後結合個人的一個想像 那麼這是在參觀一個和堂的時候 有看到這個荷花 還有這個蝦在裡面有了 那麼就想到有一句古代有一句詩 叫 《何出污泥而不染》 《荒開神》 《荡開神美的花洞》 那麼蝦出污泥而生青 由於自然的在熱氣中 這是一個 那麼配合怎麼樣把這個整個畫面融合在一起 然後就把這個荷花還有這個小枕那種 給它組合成整個畫面 那麼這一幅畫呢 就是主要這一絲小松鼠非常的可愛 有一次到果园 有看到一个小松鼠 他就何往来采取这个果子 那么我就想想把这个小松鼠 跟这个荔枝给它组合起来 配成这个画面 在去八哥理工园上步的时候 我完全有看到一对八哥在那边谈话 那么后来是要 未来要这个画面整个画面好看 将这个荔枝跟两枝给它配起来 完成这一幅画 这一幅画是只要是有一次 吃外去旅游的时候 在一个荷塘上面 有看到这个荷叶 还有在池塘底里面有雨在那边 要游泳 所以觉得这个画面很好看 然后就靠着想象 把这个荷叶跟这个鱼呢 怎么结合起来 完成这个画 那么这一张图呢 只要是对于世人的一个观察 这个一个现象 就是在竹林里面 有看到一对小麻雀 那小麻雀呢 非常的可爱 那么我就把这个两只小麻雀 跟这个竹子呢 给它配合起来 完成这个画 那么这一张图呢 也是在荷塘里面所看到的 观察到的一个景象 那么主要是主角就是翠鸟 那么这个荷叶跟翠鸟两个配起来 非常好看 然后我把它 我把这个荷叶跟翠鸟做一个组合 完成这个画 这一幅画呢 就是有一天去到乡村 有看到一对公鸡跟母鸡 在戏弄这个一二个昆虫 那么我就想到台湾画 有一个操面的人给人 就把这个故事里面 想象的一个画面 把它套进去 然后在这个配景呢 就在一个子层的下面 然后使这个画面呢 可以觉得更有趣味